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宇 绿岛与花莲海面实施高度无限制的导弹射击 传闻是试射云峰中程导弹 对于此事该机构不予评论 仅称各项武器研发测试均按照规定事先完成射击通报公告 是当时天气环境及任务状况实施 台媒称高性能导弹测试不只是单纯的军事科技研发 也显示台军对于所谓台海防卫的决心 针对发展云峰导弹对台湾军事战略的作用 有台湾第一嘴炮之欲的苏紫云 自对台媒放话说 云峰可指攻大陆中部战局的第二线 让解放军失去作战的节奏 针对民进党当局渲染大陆威胁论 企图以武获毒 以武巨统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表示 以武巨统此路一条 国防部新发言人五千层明确强调 任何煽动两岸敌意 渲染两岸对抗的情境 都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 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